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知道磁场产生的原因有两种 我们在过去曾经介绍这个天然磁铁所产生的磁场 像地球的磁场就是由天然的磁石所产生的磁场 但是自从在1820年 Oster他发现到导线的附近如果有磁针的话 他会受当导线通常电流以后 这个会影响到磁针会产生偏转 从此开启了20世纪到21世纪 电磁学的一个一系列的发展 等于说近代的文明受到这个发现影响很大 那可惜的是Oster他当时并没有把它量化 他虽然知道电流附近会产生磁场 而这个磁场会造成磁针产生偏转 但是因为我们发现到一件东西的话 最重要是要把它量化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量化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有两个物理学家 一个是BO一个是Safa 他们共同把Oster的发现把它量化 就是导出一个公式 用一个公式来推导 那我们知道物理它最重要的推导是点对点的关系 像电厂我们过去讨论过电厂 电厂也是从电荷对点的关系来产生一系列的发展 我们对于这个磁场的发展也不例外 那我们先做一个假设 我们假设有一个导线单元 所谓导线单元就是代表它的长度几乎是零 也就相当于它的长度实际上就是一个点的长度 叫做Delta L 那我们把这个角导线通上一个电流I 当电流I通过这个Delta L的瞬间 理论上来讲整个空间就是一个磁场 好那既然整个空间是一个磁场呢 我们在空间随便再取一个点 对那这个点呢假设是P点 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个图呢来做说明 那这个P点的磁场呢 它的大小呢就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推论 好那我把这个公式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第一个是材质的因素 我们叫做Muling 我们刚刚对这个 我们过去呢曾经对物质的磁性呢 做过一番探讨 就是物质呢 如果以大类来分的话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铁磁性的物质 那它的导磁率呢 或者也叫做磁导率也可以 就是比Muling呢要大很多倍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落磁性的物质 落磁性里面包括顺磁性跟反磁性 如果使用这种材质的话 当作电流通过的材质的话 我们一定叫Muling 那这边呢Muling它真正的意思就是 真空的磁导率 也称为导磁系数 它是四拍呢乘上时的负氏 那这个T呢是代表磁场的单位 就是特斯拉 这是长度单位公尺 这是电流单位安培 那在物理里面呢 我们通常会把背景值呢 设成真空 那如果背景值是真空的状态之下呢 也是会给它一个磁导率 也有人叫做导磁系数 两种称呼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呢那这个导线单元呢 我们就把它假想成一个真空状态 就等于是也是相当于空气的就是没有任何 任何介质存在的条件之下 当电流通过那个点的那一瞬间 所以我们用Muling 那实际上如果那个点呢 这个导线是铜线的话 因为铜它是属于这个落实性的物质 所以还是一样用Muling 用Muling当作材料的因素 但是如果那个导线是铁做的话 那这边就不能用Muling 就要用铁的这个导质系数 那会通常会比Muling呢 大了蛮多倍的 但是大多少倍呢 这个要去查这个数据 那这是电流 那我们从想象当中也可以了解 电流越大的话呢 但它的磁场会越大 那再来就是导线的长度 那因为在这个式子里面呢 我们把它就设成就是一个点 那至于如果它的长度增加的时候呢 那就等于是相当于是电流是增加的 所以它会增加L倍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藉由后面一系列的讨论呢 我们可以看出长度对于磁场的影响 那再来就是距离的因素 这个距离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呢 它是代表两点之间的距离 因为ΔL呢 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的方向呢 就是电流的方向 那这个R呢 就是电流方 电流它因为它是一个点 对不对 那两点之间的这个向量 也是代表距离 R本身是一个向量 那在它的量值呢 是代表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就是小导线它是一个点 ΔL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点 跟这个P点 我们假设那个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P点 两个之间的距离 那距离越远的话 当然很明显的磁场越小 然后带着一个角度的因素 这个θ呢 代表的是ΔL向量呢 跟R向量之间的夹角 也就是电流方向呢 跟R向量的夹角 好 那我关于这个夹角的问题呢 我跟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讨论 我们发现这个θ如果等于0度 或者180度的时候呢 这个sine的θ的值是0 那这个意味着 这个在沿着电流的方向 或者反方向这些点呢 是不会有磁场产生的 那我们藉由下面这个图例呢 将细地说明 它们之间的一个数学关系式 以及方向的一个探讨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小导线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点 就是一个点 那当电流通过这个点的时候 瞬间呢 在它的右前方 我们取一个点 叫做P点 那我先来解释一下 P点的磁场要怎么定 我们就把这个电流呢 沿着它的方向 前进方向呢 我们假设有一个平面 而这个平面呢 跟电流的方向是垂直的 有这样的一个平面 所以电流会穿过这个平面 那穿过的点叫做O点 就是它的中心点 那我们利用这个右手螺旋定则 就是用右手的大拇指呢 代表电流的方向 然后就产生一个所谓的磁力线 这磁力线呢 是顺时钟的方向 那这磁力线呢 会切到P点 那沿着它的切线方向呢 就是P点的磁场的方向 那这是有关它的方向的问题 那刚刚的探讨就是说 P点的磁场的大小呢 显然受到电流的影响 也受到距离的影响 因为它跟距离的平方呢 似乘反比的 也受到这个夹角的影响 就等于是说 如果这个夹角是零度的话 就代表P点呢 在这条线上面 就是在电流的前方 如果这个夹角是180度的话 代表P点呢 在这个小导线的后方 所以等于说 沿着这条线的上面的那些点呢 就不会有磁场产生 那币欧沙法定律呢 除了最主要的目的呢 它是能够把这个 因为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呢 把它量化 但是它是属于点对点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 对于电流的磁效应呢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公式的探讨 有关币欧沙法定律的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MING PAO CANADA